勤劳法师开始 在家菩萨界可以 但是凡王菩萨界一般是对出家的 不是对在家的 在家菩萨界 阴洛界 比这个凡王界宽 阴洛界的时候是六重二十八倾 不像这个凡王 凡王是十重四十八倾 戒条多 不容易受 所以在家最好受 阴洛菩萨界 这是香港一位同学他问的 他是有一个居士 念佛求生净土的 他一个人独居 当他就要往生时 用念佛机作念 这个念佛机 可否带领他念佛生净土 可以 人在临终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提醒他 念佛 不至于把佛号中断 不至于有妄想 所以有同修帮他作念很好 没有用祝佛机也非常好 这个作念机 有时候我觉得比人还好 因为人有妄念 念佛机没有妄念 人有的时候还起身动念 念佛机只帮助念佛 不会起身动念 这也是一位香港的同修 他说弟子出生在军队 加入军队做医护工作 服务军队近二十年 近年来自己安平守道的念佛 陆离断卧习气 修一切善随远躲日 确于许多来港法师有缘 想躲也难躲掉 那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近半年来心里有识 会有乱的感觉 尤其在借到某些法师 和法王的电话之后 因此弟子关闭家中电话 一个多月 闭关闭手机也有三个多月 平时念佛也有回向给他们 造成佛道 这样做是否正确圆满 是的 越少接触越好 第二个问题 念佛人叙事物业 是否可以提前出现爆调 这些事不要理会他就好 纵使有握远握近 不要放在心上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问题 善于我 这个顺利都不要放在心上 你才能得清净心 你还要想到这些 你的心就不清净了 那对你这个功夫就产生了方案 这一位同修也是香港的 那么他的问题 他是本人除了亲民重养 云南盆解会超度仙人外 每当佛堂有福奇 梁黄山放燕口和放蒙山等 本人亦会参与 以求超度世事的亲人 这些仪式本人也持续参与了好几年 请问法师 这些仪式是否真的能超度仙人 真正超度仙人 不在仪式 是在你的羞耻 你的真诚跟你的羞耻 那才是真正超度的因素 我们看谭虚老法师的引诚回忆录 那是谭老法师的传记 里面记载有一则超度亡灵的事情 你剁了之后就明白了 那是在老法师还没有出家之前 发生的事情 他们有三个朋友 开了一个中药铺 其中有一个朋友学佛很虔诚 每一天多乐阴京 也没有人叫 他们也没有师父 就是自己念 念了八年 所以他那个题目叫 八哉寒窗多乐阴 八年念一部经 不容易 你就晓得他的诚心 他能够持续 他不间断 这就叫定 我们一般人讲恒心 这个人有恒心 恒心久了就是定 那就产生功德 所以他这个念经的这个朋友 有一天中午 这个生意没有人来买药嘛 就在那个铺子上打个瞌睡 坐在那儿打个瞌睡 就做了个梦 梦到两个人 从外面到他店里来找他 那这两个人他一看呢 他心里就害怕 这两个人就死了 怎么死的呢 以前财务纠纷 打官司 打官司 他打赢了 那两个打输了 上吊死了 自杀了 以后他很后悔 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你看为了一点点小事 害人家两条命 也很难过 就看这两个人 怕他是来报复的 结果看他呢 他也很和善 走到面前就跪下来了 他就问他 你来干什么 他说我来求超度的 他心里不找麻烦了 求超度的 这个是没有 他说怎么超度发呢 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 那行我答应你 看到这两个鬼 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他的肩膀 伸天去了 你看看超度就这么简单 霸载寒窗都愣眼的功夫 就这么简单 这两个鬼走了之后 以后又看到两个人来 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仔细一看 是他前面那个太太死去了 小孩也是他的儿子 爷来到跪在面前求超度 同样的方法 怎么超度啊 答应就行了 爷看到他 踩到膝盖 踩到肩膀 就升天了 所以你就晓得 佛法了 重设置 不重行事 平常我们 请这个法式超度 那个能不能超度 看法式修行的功夫 他真有修行 真行 没有修行 那就说是 做这个比不做好一点 只能这样说法了 实际上呢 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你们注意一下 再看梁黄灿 梁黄灿是什么人主法的 宝志工 宝志工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他说他真有那个效果啊 你不是真正有道心 有羞耻的人 还是少做文妙 为什么呢 你欠人家这个债 你叫他怎么还啊 这个很可怕了 所以功功尽尽 诚诚恳恳去做 决定不可以为明文理 我们做的 也许还有少许功德 如果里头掺杂着明文理 掺杂着杂乱心 就没效果 那做的时候 对不起亡人 这位辽宁 李同修